我每天早上都要打針喔 現在時間到趕快來打針 眼鏈寶寶媽咪打針喔 每天打還是覺得很痛 針刺進去當然痛 要去醫院做 聽說是孕婦的大魔王測試 葡萄糖耐糖測驗 血狼測驗要空腹八小時 你就每吃早餐就這樣子了 只能講孕婦這方面真的很敏感 妳一些身體檢查空腹八小時 會不會這樣子 不是我現在是要兩個人吃飯 餓的話也是雙倍雙倍餓啊 可是我有點擔心 可能心裡面有點壓力吧 因為我從來沒有做過這個檢查 因為這個檢查呢是孕婦在 24週到28週要做的檢查 那高齡做的嗎還是一般都要做 我也不知道欸我也不懂 但我也有朋友沒有做 那主要就是要測妳有沒有 有孕婦糖尿病 那如果有孕婦糖尿病的話 當然就是對寶寶也都很不好 空腹水糖抽完了 永遠沒辦法習慣抽水的空 看起來感覺很... 就是孕婦水 對 五分鐘內要把它喝完 你喝一個西式的果糖的感覺 不過一到十的話多甜 其實沒有我想像中的甜 剛剛那個幫我抽鞋的姐姐交代 就是我只要不要把它吐出來就好了 因為吐出來怕影響濃度 我買了 乾杯了喔 第三個 針孔 終於回到車上了 但時間差不多了 因為呢我每天早上都要打針喔 現在時間到趕快來打針 眼鏈寶寶媽咪打針喔 每天都要給她心理健身 她現在越來越大 所以有時候我打針的時候 她會直接躺來躺去 我都很怕她戳到針 應該怎麼會啊 每天打還是覺得很痛 針刺進去當然痛 我看我的痛 好了完成喔 準備回家了 而且我真的覺得傳檢醫生好偉大喔 因為呢孕婦有千百個問題 一萬個為什麼 什麼都要問她 剛剛我就問她的一個問題 我就是問她說 因為我在網路上看 很多人都說孕婦其實比較建議做側睡 所以我就問醫生說 我說是不是一定要做側睡 然後她說 哎呀 你整個睡著了 你也不知道你怎麼睡 你不要想那麼多 重點是要睡好 睡好最重要 所以我就覺得好像放鬆了不少 真的也很謝謝你啦 然後我們家老爺就幫我買了一個 用那個睡以後真的覺得 腰的壓力也減輕很多 然後腿也是啊 然後最好笑的是 就是我懷孕用孕婦診嘛 然後呢我左邊這一位呢 她自己也去搞了一個來 她明明沒有懷孕呢 她也用孕婦診 什麼呢 她剛剛學習的 我可以穿她 就這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